大潘老师是他自带喜感 这得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排斥跨界 说实话我是比较闲不住的 王志成 我今天这么一心情说这些 好尴尬啊 有我在 别怕 他不太善于跳舞 这个我可以接他的短 我觉得他那个身体很僵硬 就当时 不过僵硬的也对了 导演还示范了好几次呢 这个节奏啊 这个手怎么弄啊 这个脚步怎么摆啊 身体什么姿势 一看就是 很少跟女性跳舞的 接触的那种男性吧 这样想运气好 脸上就得画点踩 怎么样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邱小霞小姐 这次来咱们任意平平班 去踩了 大潘老师是 她自带喜感 她自己自身的那个东西 其实已经在这个戏当中 已经都足够了 但是她还在 很认真地去想很多戏的点 这车没电了 我就人力我也给你送了 这得到什么时候啊 真是好看的女人 人身上都带刺 我觉得生活经验也很丰富 比如说这个锄头怎么用 她一定是知道的 因为她有这种生活经历 她才会有 对她那个角色和人物关系上 有一些不同的把控 她会想得更多 更全 在人物的表演上可能更准确 怎么了 骗子 女人都是骗子 前脚一口一个鸽 给你夸得天上有地下霉的 后脚连口水都不给你喝 笑一下 就你这个人 太不值得教了 一开始学相声出身 一多不压身 我多一个傍身之际 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 其他的坏处 那我会说相声 有眼光小品 小品可能会更难一些 因为她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去讲明白一件事情 而且还要有意思地 讲明白一件事情 让观众不溜号 让观众很喜欢 所以这个难度 可能会更大一些 影视剧可能会在时间 会比较长 那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对演员 去贴近这个角色 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无限的空间 去接近这个角色 有钱的钱福 吃回头草来了 我现在这个心呢 就像被机关枪 突突了一样 我总不能跟着他家里边 看着他俩别旧情复燃吧 算了 不提了 那其实只要找到 他们这个共通点 和找到差异点 然后尽量我们 去满足每一个形式的 就是让它完成得更好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可能就会非常好 这个是我的真心 我把都交给你 我用不着你养 你们男的呀 骗女人最多的那句话 还是我养你 王志成 我今天这么一心情说这些 谢谢 就他这种 我觉得好多喜剧的演员 我不能把他老实归成喜剧演员 只是他是多面性的演员 只是在喜剧这个元素上 他可能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比我们这样的演员 没有什么垮界吧 他就是一个演员 一个好演员 你让娜娜坐她爸的车 都扬入虎口嘛 你别哭了 你哭我稀可难受了 快长大 没事啊 万事有我呢 我不排斥跨界 说实话 我是比较闲不住的 我有机会 我可能也会尝试 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 我可能就只会做演员 但是如果有别的选择的话 可能也就是跟演员相关的 一些角色